Hello,大家好,我是妍妍 最近天气越来越凉爽了 我也收到了几位网友的一个问题 今天来和大家分享一下 那么我们都知道 多入在夏季 有很多多入都会进入一个休眠期 那么到了这个季节 很多网友都会说 多入是不是应该睡醒了 其实呢 如果说咱们的多入夏季进入了休眠期 这个季节开始慢慢的苏醒了 那么怎么样来观察我们的多入 是不是睡醒了呢 睡醒了的多入我们要怎样来养护呢 今天咱们就来聊一点 那么首先呢 第一点就是咱们一般休眠的多入啊 叶片啊 底下的叶片呢 会有点皱巴巴的看上去 因为它是自然的一个消耗 因为进入了休眠期呢 它停止生长了 如果说我们最近发现 叶片呢开始变得饱满了 没有那么皱巴巴的 就是从休眠到苏醒的一个自然现象 如果说发现是这样的话呢 咱们就要给它正常的养护了 那么还有一点呢 就是咱们要观察这个 休眠的多入的枝干 有没有冒出小的侧芽 一般呢是在这个位置 大家看一下这种的 这种的 如果说休眠期的多入呢 它是不会出这种侧芽的 如果说出现这种侧芽了 那么说证明这个肉肉呢 开始苏醒了 我们发现多入睡醒之后呢 咱们首先要给它恢复一个光照问题 因为休眠期的肉呢不能曝晒 可能我们把多入放在了阴凉的地方 发现它睡醒之后呢 咱们就要恢复一个正常的养护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首先呢 就是恢复一个光照问题 光照的话呢 咱们要让它晒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 这时候呢 光照是比较温和的 因为这个时候到了中午 温度还是挺高的 容易晒上我们的肉 要循序渐进的 然后是已经苏醒的多入呢 恢复一个光照的问题 那么还有就是一些 养护的一些小细节 也是都要注意的 那么观察我们的多肉 是不是已经睡醒了 还有一点就是 咱们的叶片呀 因为在休眠期的时候呢 没有什么光泽 看上去颜色的状态都不是很好 如果说发现所有的叶片呢 都看上去非常的漂亮 然后非常的饱满 比较的 看上去状态很好 这种呢 就说明也是进入苏醒阶段了 因为它是从睡休眠到苏醒呢 是有一个变化的 咱们要在平常养护时 仔细的观察才能够发现 发现我们的多肉进入苏醒之后呢 就是咱们刚才说的 恢复一个养护的问题 首先呢就是光照 然后呢就是浇水 浇水的话呢 还是说要少量的浇水 让它慢慢的来一个适应的过程 才能够恢复一个正常的生长 这是多肉 休眠之后进入苏醒阶段的时候 咱们应该注意的 那么除了浇水之外呢 还应该注意的就是 保持良好的通风 才能够让咱们的多肉 恢复一个正常的生长 好了那么今天呢 咱们聊了关于休眠期的多肉 苏醒之后 我们怎么样来观察多肉 是不是进入了苏醒阶段 然后已经苏醒的多肉 咱们怎么样来恢复一个养护 大家了解一下 那么有喜欢我们家这样的多肉的朋友 可以在我们的视频下方留言评论一下 好了咱们本期视频呢 就介绍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